最近这些年呢 我们说有大量的游客 不仅是在国内 也有很多人出国去旅游 可是在这个旅游过程当中呢 出现了大量的不文明行为 这些行为呢 不光是折射出来 就是游客个人素质的缺失 同时呢 它也影响了周围的环境 影响了其他游客旅游的心情 带来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 尤其是呢 在国外旅游的时候 你这种不文明行为丢人现眼 极大的损害了中国人的形象和努力 咱们实事求是说 游客中的不文明行为 并不是什么个别现象 甚至有的行为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那么这次呢 我们看这个5月7号公布的 不文明游客这个黑名单 公布了四个人 这四个人到底都犯了什么事呢 做出了哪些令我们不耻的行径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名列首批全国游客不文明行为 记录档案第一位 第二位的是安徽人张萌和江苏人王萌 2014年12月11日班 两人乘坐泰国亚洲航空公司航班 由曼谷飞往南京 在就三时 两人与空服人员发生激烈争吵 随即将热水泼向空服人员 并对其进行谩骂 恐吓和威胁 因事态危害航空安全 飞机随后返回泰国 张某也被泰国警方带走 这两名游客 同时被列入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 信息保存期限 自2015年3月24日 至2017年3月23日 第三位是北京人周某 在2015年1月10日凌晨 由昆明飞往北京的MU2036航班上 周某强行打开了飞机 41L 42L座位旁 两道应急舱门 警方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 对周某予以治安拘留15日处罚 此次也被列入了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 信息保存期限 自2015年3月24日 至2017年3月23日 第四位是来自陕西的李某 今年五一假期前夕 在陕西省吴起县胜利山景区内 李某攀爬红军雕塑照相 被其他游客拍照记录后 在网上公布传出 引起公众的广泛谴责 根据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 将其列入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 信息保存期限 自2015年5月4日 至2025年5月3日